中文字幕——YK 很感兴趣 对于针灸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也有了一定的理解 知道针灸可以治疗痛症 中风等病症 可是您知道吗 针灸不仅可以治疗常见病 从古到今 它一直在疑难病 急性病的领域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我就和您一起 对针灸临床进行回顾与展望 一起看看祖国针灸医学的精华 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扁鹊已起死回生 闻名天下 华陀真至曹操头风 应手而笑 孙思苗 灸至高荒穴 成为治疗疑难重病的神迹 尤其是他的祖三里鸠 让他获得了百岁长寿 针泉针刺武将的驱驰穴后 让患者迅速恢复了开弓射箭的能力 在内经中 也早有用皮针和筒针治疗腹水的记载 时光仍然 针灸的学术代代传承不断发展 秉承大一精诚的精神 当代的针灸人 在防治疑难病方面 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比如 肝硬化腹水 溅动人 甚至肿瘤 在痰癌色变的今天 我就向大家介绍 针灸抗癌的点点滴滴 针灸对于肿瘤的认识与干预 同样遵循中医基本理论 当代诸多的针灸家 致力于针灸防治肿瘤的研究 肿瘤 人体生命功能动荡和失衡的病理产物 与肌体的脏腹经络直接相关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灵书海论中记载 经脉者所以绝死生 触摆病 调虚实 不可不通 正气是否充足 经络是否通畅 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最核心因素 人体的疾病 由浅入身 由轻到重 均与正气的虚实 经脉的状态密切相关 也与邪气侵入机体的层次深浅 时间久赞 密不可分 灵书百病史生就记载了 邪气由毫毛凑理到墓园之间 油表集里逐渐转化成有形的肿瘤积具的全过程 确实发人深省 针灸对肿瘤的防治探索 正是基于针灸医家们依托中医基本理论的不断求索 众多医家认为 癌症可防可治 切脉是其中的关键 切脉针灸 就是这样一本著作 较为全面地介绍了 在脉针基础上 运用针灸治疗癌症的特色与方法 同时指出 癌症的类型和程度不同 所需的手法和配血 也不尽相同 在书中还详细地记载了 扬刺等独特手法 而这些手法仍然源于皇帝内经 是采用豪针补屑抗癌的特色手法 针灸抗癌不仅限于豪针 还可以选择其他的针据 如采用原力针挑制局部 与癌症密切相关的输血 把所谓的结打开 能够促进经络器血的通畅 从而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这与灵书《刺解针鞋》中所提的 解解法的深层含义完全一致 有经过此法治疗的乳腺癌患者 不仅从临床症状 而且从肿块大小乃至生活质量等方面 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除了阳刺和挑制以外 运用其他疗法抗癌 也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力量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专家 运用电热针刺入肿块 高温加热治疗癌症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成立了针灸微创肿瘤科 目前已经承担起火针 针刺治疗肿瘤的重要任务 造福一方百姓 这些针灸学术思想和实践 给了我们很大的触动和启示 激励我们更好地去探索 灵书观能篇就记载 针所不为 针之所宜 近年来 北京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院的专家 运用针法做了防癌抗癌的探索 针法抗癌的启迪 来自于山西明医 九寻老人谢西亮先生 谢老终生研究针法 已近七十年 大大推动了针法 在我国的普及与发展 影响深远 以至海外 在艾灸的研究与临床中 他创新性地发明了 小艾灸直截灸法 将艾灸的体积缩小 既保留了直截灸的特性 又大大减轻了艾灸的疼痛 火有跋山之力 直接灸法不同于温和灸 其顺时燃烧温度可达三百摄氏度 在与皮肤接触的短暂时间内 输血所接受的能量 远远高于温和灸 在按压艾灸的同时 局部产生的痛感 可以产生强烈的激发精气的作用 能够促进局部的血管扩张 组织液流速加快 从而使得局部经脉通畅 能够温通局部经脉 更重要的是 艾灸产生的炎性介质 还可以进一步对机体 产生免疫调控效应 因此 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一个 直接纠法 破肩化征的假说 致藏者致其说 北书穴通应藏府 我们通过艾灸肝书穴 观察其对肝癌的防控效应 令人惊讶的是 小艾注的直接纠法 不仅可以改善实验动物的机体功能 延缓了动物模型的尘埃时间 数据显示 原发性肝癌动物的肝功能 肿瘤标记物 相关免疫因子 乃至模型动物的病理切片 都产生了显著的变化 目前 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公开发表 显示着 纠法抗癌 确有疗效 值得 深入探索 若要安 三里 尝不干 这是唐代药王孙思苗 养生的金科玉律 宋代太医斗财 在其传世著作 《匾阙新书》中 也提到 保命之法 灼爱第一 丹药第二 父子第三 针灸 防治癌症 等疑难重病 一定可以在 中医美丽的百花园中 绽放出 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 今天这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